非常快往前,尤其是他的反手区,观众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从发接发一开始就有变化 这位男队员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就已经体现出他这一点 两点,两个底线的批掉对角 有个收掉的动作,有点假动作 常常在比赛当中造成对手的判断上的失误 对 勿赛 勿赛 对我们亚洲选手 他打比赛的时候 他的战术布置非常的明确 相对于张亚文的身材 比较矮小的个子的队员 他通常对他发球 直接就是后场 因为这种底线一般 都是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 也是采取进攻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往前 非常的快 对他的反应确实是反应步伐 尽管动作看起来好像 对 非常的业余 对 他的握拍 其实如果按我们正规学的话 他好像不太规范 但是效果非常好 对 对 2-4 这个谢中博怎么一上来 就换了一支牌子 就是备用牌 感觉这把不太顺 就换一把 可能对连续丢 判断自己的判断 这个凯洛泽的步伐 确实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对 尤其是他的反手区这一派 非常的快 他的判断也很好 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判断 然后脚步也能跟得上 开局之后 英格兰这一对选手 很注意调动中国的选手 他把 调动张亚文的两边 对他心态矮小的课词 你看 都是通过调动 节奏呢 并没有 大家都没有什么 后场的发力的机会 很少 就是充分的打你的两边 把你调开 然后造成我们的失误 在英格兰队拿到的六分里面 我们的失误 已经应该是送了四分了 对 继续后场 你看 防守的高 这动作今天 进入状态 进入一个慢 困难准备不够 这一对选手 属于动作偏怪 但是技术感觉相当好的 尤其是在往前 女队员的反手区 其实 按正常的常规的打法 我们很多事会用 头顶去完成它 打开 然后打开过程当中 控装出来了 这一段还是属于谢中博的一个 连续的控球 准备不够 有停顿 自己的连贯不够 这个谢中博跟扎尔文这一对搭档呢 现在是被寄予厚望的一对搭档啊 08年奥运会混双的夺金热门啊 对 来看看他的发球 厚长 还是想如法抛制 把这个 假动作 假动作 要收掉了 踢掉 这个 这个 海洛泽的 不管是往前还是中踏 你看他的这个 这个反手的 节奏 速度确实像你刚才介绍的这样的 那杀伤率的成功率很高啊 他很喜欢用反拍去打 其实我们就是用头顶 但是反拍因为 可能还没有头顶那么有力 但是他不是 是不是对于他来讲 他觉得这个 你看 又是一个反拍 往前 不往前 他是不是觉得反拍 他的控制更容易 可能对于他的那个动作的协调 因为我们开始讲到 他的动作并不是非常的规范 他的握拍不是很规范 那么可能 他那个握拍对反拍这个东西 反拍这个发力很顺 昨天他在这一点上 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 他也四分之一 比赛的表现很充足 所以要避开他这一点 还是要想办法转进攻 看这接发球上来是没有多余的动作的 直接靠手指手腕的一个发力 直接靠手指手腕的一个发力 而且来 然后把这个表现进攻 没画得有点 多一点点 我能只顺便 不跳 然后打个表现 只能力 就再珍惜 就不跳 需要 没有 谢谢 到了 漂亮这个分球 又是反排区 一定要避开这一点才行 往手转换 我们自己扑上去 原来刚才这个凯若泽的反排区呢 谢中国已经有所防备了 很可惜是往前 赵亚文扑的时候失误 撑上伤